道理愈講愈明白 真相愈滑愈清楚 这里是愈講愈有理 听众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希望知情愈讲愈有理 我是主持人石头 今天终于我们的节目的是视频论员路桥女士 路桥女士你好 你好 大家好 5月27日对香港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1985年5月27日是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正式实施的日子 也就是说香港从那一天开始就真的开始改变香港的运气 不知是口合还是有意安排 在同一天也就是在2020年5月27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了一个对香港的声明 里面讲到香港不再从中国里获得自治权 也就是说不再保证香港享有主权回归之前 美国所赋予的特殊待遇 虽然声明里面没有进一步讲到是怎样行动的 但是现在美国国务院说的这番话 将会在给国会的报告里面都在呈现 同时也知道白宫方面也在制定一些后续行动 自从中共所谓的人大自作主张宣布要通过大陆版的 即是香港国安法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的法特国家 都在声讨中共不守信用的行为 都是在香港民意的一边谴责中共的行为 究竟这样发展下去 香港是不是真的会发展到好像大陆的一个城市那样呢 那就是真的毫无生气了 那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那我们今天邀请时事评论员路桥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是不是死城呢 我觉得可能还稍为早了些 但是川普昨天说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香港很难保他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上次我们的评论都说了 这次其实就不是香港和中共的揽炒 主要是中共和美国的揽炒 在这件事之前呢 我看到很多香港的评论都是很多疑慮 就觉得美国是不是真的会救呢 是不是只是pay lip service 就是说一说就什么都不做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要提一提大家 其实美国救了香港两次 很主要的两次 第一次就是川普暗示他和习近平的讲话 就是当时阻止了习近平 是将解放军向香港推进 这个我们以前都说过了 第二个就是出台了香港民主及人权法 我就记得这两样东西 其实美国已经是插手的了 一个就是都很重要了 就是是不是屠城 就是有时就是看 有没有人在适当的时候 去阻止了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正式出台了一个人权法 就是定下来的一个标准 那现在来说 蓬佩奥那个声明就很清楚了 就是香港就会損失了它那个特殊关税的地位 但是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其实富克洛呢 白宫顾问呢 昨天接受霍氏新闻的采访 他说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他鼓励所有的美国商人 包括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商人 尽快回流 美国是会作补偿的 他们无论是利益上的损失 或者是搬迁的费用都会是作出武装 那就是如果你这样 将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呢 其实都是很严重的了 那当然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美元和港元是不是继续挂勾 但是其实都不需要说得太明白了 那蓬佩奥今天呢 只不过有一个声明 接着它会有一个详细的报告 因为它作为国务卿 它本来就应该是5月呢 是交出这份报告的 那我们这份报告出来的时候 可能会更加知道 但是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呢 就是那个 一个就是香港政策法 刚才我们所说的了 就是它会取消那个 关税独立区的地位 另外呢 就是敏感科技 不会再进入香港 就是香港没有了敏感科技 就不能再进入中国大陆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香港那个民主及人权法 那这个来说呢 我觉得就比较简单些 就会出台名单 就是将中共和香港的有关官员 这次的名单可能会很大 将这些人呢 就是以前所说的 禁止的入境 可能凍结它在 在美国的资产啊 各方面 这个呢就是 和这两个法例有关的 至于和这个法例无关的 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呢 也都有几个 第一个呢就是 川普会在六月底呢 就见这个G7那些盟国 当然现在盟国来说呢 日本就是 我妹妹都有说了几句说话 英国、加拿大和澳洲 有个联合声明 这个欧盟都有些联合声明的 但是联合声明在这件事上 是非常之不够的 如果你真的没有行动的话 可能就是 就被中共看死了 中共都可能 估计你们都是得罢声的 除于美国之后 得罢声 但是又刚好 G7在六月开会 所以这个盟国出手 我们是应该是 要看实的 我觉得 有美国那么强力的 今次取消了 那个香港政策法 那个带领之下呢 特别是英国 应该是会有些反应的 有些行动上的反应的 那麽先 除了你说的那些部分之外呢 还有些什麽可以制裁中共的呢 这样其他的选项呢 就有金融制裁 国会里面的参议员 一个叫Patrick Tommy 他是共和党的 和另外一个民主党 叫Chris Van Hollen 这个跨党两个议员 就是现在就有个bill 就叫做香港自治法案 一个法案来的 即是暂时 这个自治法案 就是除了是会 懲罰了这个贪官之外 或者冬结他们的财产 那方面之外呢 还会懲罰这个 整个香港这个安全法 所谓的国安法有关的银行 是吗? 和那些银行都有关系吗? 很多媒体就写中资机构 我就觉得 不只是中资机构 说真的 中资机构是部分 但是有很多的银行 譬如汇丰银行 香港很多人用汇丰 渣打 恒生 我不清楚了 但是起码是汇丰 这些银行都是接很多中共的生意 在香港你有办法 你肯定和中共是有生意 所以这些银行都是会有作用的 意思就是说 你真是这个国安法通过了之后 你是和这件事有关 或者和这些负责这件事有关的人 有什么交割 有什么交易的话 这些银行都会被美国封了它 你不要以为美国做不到 它真的做得到 所以呢 这件事都很大 你可以说是金融的制裁 另外呢 美国提到 有一个叫做限制交易 限制交易呢 如果我们看看伊朗 就是Embargo 就是那个禁制令 就是有些什么不可以输去 或者对普京的制裁 有些什么 因为你占了黑米利亚 或者伊朗 我们有很多东西是禁制 就是不准美国人将这些 就是输送去俄国和伊朗 那将来来说 中共可能是其中之一 如果这件事是 国安法通过是其中之一 那这些都是目前在桌面上 我们能够见得到的 现在看到了 美国的言论先行 那真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美国有没有决心去做呢? 这次其实美国的决心很大 美国这次在疫情里面 川普彻底的醒了 这个我们以前也有说过 所以他也说了 all options on the table 所有的选项都是拿出来研究 所有的选项 现在看到的就是法律方面的 就是那两个法例 另外就是金融方面 另外就是交易方面 科技方面又是限制华为 那你还有什么 外交 其实都没有什么外交的了 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外交的了 那还有军事 你觉得你剔除了金融交易 科技 再加上民间的联系 比如说留学生 或者是设立一些 什么民间的交流 这些东西 所谓的滲透方面的东西之外 其实你绞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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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中国公民 中国公民包括有了陆卡的人 所以我觉得 美国这次是禮真的了 当美国禮真的时候是很厉害的 我经常觉得 美国人有一种霸气 是世界上的国家都没有的 美国人是非常之珍视 他们自己的生命 我有一次去到这个 华盛顿的那个 国家军人的公务里面 非常之很触动我 就是很感动 就是它每一个区都有一些 是他们阵亡的务员 死了一些就是 就是躺在那里的那个十字架 有些找不到就是打洞 就是说这些军人 我们派过出去 但是到现在都找不到 那我去那里参观 我就觉得 哇 每一个区 西班牙区 越战 韩战 其他的在非洲的战争 是二次世界大战 是一次世界大战 每一个区都有这么多的军人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去纪念他们 但是我觉得 美国这么珍重自己的国民 但是他愿意把自己年轻的军人 送去这些战场上送死 可以这么说 为了的就是要保卫他们的这种民主自由 和这种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制度 的这个价值观 所以美国他们是愿意犧牲 甚至是他们自己年轻人的性命 为了保卫了他们开国的那个宗旨 但是美国在过去 就是以至世界大战之后 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风浪 911已经算是很厉害的 所以很多人已经忘记了 美国人是多么飙刊 我用这两个字 他们是很强的 很多人忘记了他们对神的信仰 他们觉得他们没有说出来 但是其实他们觉得自己是神所选择出来的 是去捍卫这个世界的自由 和人权和法治 在这次这个疫情里面 终于美国人这一部分 是苏醒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 如果你想要看一下一次世界大战 或者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的参与程度 它怎样是在帮助国民党 去打败日军的时候 它的飞虎队是在中国 死了三千多人 它们的飞虎队 为了一个他们很远很远 甚至那些乡下人 美国乡下人都不知道 是哪里的中国 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它们的最优秀的飞虎队 是它们的军队 是来到中国死了这么多人 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神 慢慢都出来 加拿大其实都不差的 加拿大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它在香港都死了很多人 应该是有三千人 所以杜鲁多去香港访问的时候 都是会去到加拿大 就是为这些战事死了的人 奉上这个化圈 我们从来没有 在我们有生 我们可能还是年轻的 自应 没有经过这些 没有结木倒这些 其实当时来说是有一股很正气的一股 就是可以说世界上有一股浩然之气 我们没有见过 我们这个世代没有见过 但是我相信这个这样的气概 或者这种这样的精神 现在开始重演 是由美国大头开始 这个对象 现在就是中共 所以我想我们也是很幸运 就是终于在这个年代里面 在我们的在生之年 能够看到这一幕 至古有说邪不能胜正 如果真是有浩然正气 这个社会这个人类就有希望了 那也有人说 中共似乎没有招了 那中共方面 还有没有招出呢 有些人说已经没有招了 不知是否 请老翘来和他们分析一下 他现在只留下大外宣 他没有东西了 很多人说 今次美国这样打击中共 中共就没有招出 我想问一下你 中共在1月15日 签那个喪权辱国 很多人认为是喪权辱国 中国人认为 或者很多蓝丝 或者是一些亲共的海外华人认为 他签这个喪权辱国的 所谓的美中贸易协定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什么招呢 如果有招 就不用签那个 所谓的喪权辱国的美中贸易 现在来说 美国出招 中共是没有招可出的 但是他唯一招呢 就是不停地大外宣 现在已经你见到了 见到了人人过关 在香港李嘉诚要出来讲话 他的儿子要出来讲话 四大家族的人要出来讲话 星岛日报要出来讲话 何初国带头 写了一篇所谓的 理所当然 在他们星岛日报 加拿大和美洲版里面 他们说出来 力撑这个国安法 他们现在静落的就是 他们唯一的 他就要绑架 第一就是绑架14亿中国人民 其第二要做的就是 绑架在海外的那些 头脑不清 还看不清情勢 还以为中共是大国崛起 以后 21世纪作为全球领导的 这一批这样的人 还在发梦的人 他们就是要混乱他们 令到他们没办法看得出情勢 没办法看得出中共衰败 那个已经很明显的迹象 没办法看得出 其实这个国安法 其实就差不多将香港变成新疆 他们看不到这一件事 如果不是有决心将香港变成新疆 为什么要说香港的人 那些出来抗议人是恐怖分子呢 为什么要派一些湖南的教师出来 要从小就要向香港的小孩洗脑呢 大家看清楚一点 所以我就觉得 这些人现在是会被迫 或者是甘愿出来 在这个国安法里面要发现 他也都要再一步进一步麻醉 混乱这些在海外的 仍然看不清形势的所谓的海外华人 在美国来说我觉得 你越是海外华人 越是去buy这一套的话 你在美国的情况就越是艰难 因为当美国政府发现 你有这个趋势 你不停地去转发这些东西 讲反美的言论 要赞成什么香港国安法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会被美国的CIA或者FBI 但是我不知道他哪些情报部门 会釘上来 这里语重心诚这样 向海外华人忠告一句 看清楚一点 你现在醒了 就不要再去看什么大公报 文匯报 星岛日报 或者香港的亲共媒体 去化妆到 或者现在很多YouTube突然间出来 全部都是那些蓝丝出来支持 很多突然间 以前我没见过这么多 所以他们现在这个大外宣的攻势 会是很厉害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 他只有这一招的话 就有些小小的自己有些防御的系统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会被他搞到 头脑不清 毫无理性 是非不分 善恶不分 不知道前面 其实是将会发生什么 不过之得 马云和阿里巴巴被逼退出来 也是理所当然啦 全民中听说很多百亿的富豪 全部都在北京不给走 也是理所当然啦 到时香港的富豪 他的财产被充公也好 或者是被收购也好 或者是被捐出来也好 可能都是理所当然啦 理所当然的情况 可能不断发生 总而言之 中共想要的东西就是理所当然 既然如此理所当然 美国不给最好的待遇香港也理所当然啦 所以才露翘讲到的方方面面 西方国家美国不给香港也是理所当然啦 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来的 那究竟美国的香港政策法呢 有什么这么厉害呢 那我们先和大家讲一讲这个情况 其实这个法呢 香港政策法是1992年立法的 就是在英国1997年 要将香港交给中国之前 美国国会提前五年立法 提前五年立法是肯定有根据的 那根据是什么呢 美国可以根据中英联合声明里面 中方对香港实行的高度自治的承诺 将香港视为独立关税区 在金融、文化等领域 给予香港有别于中国大陆的待遇 美国方面可以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 支持香港的人权、民旨、自治 保证香港人的生活方式 以及美国在香港的投资环境 这个特殊待遇的前提条件非常清楚 香港拥有高度自治 那究竟里面包括什么条款呢 是有几点的 一就是香港被视为独立的关税区 这是非常关键的 就好像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美国向中国整首大量的关税 但是如果通过香港出口是不受影响的 我之前也提到 美国是故意留了这个口给中国大陆 这是很关键 如果是取消了这个 就等于所有的香港出口 都要整首25个关税去到美国 基本上是规定的那部分 第二点就是美国和香港之间 其实还有一个叫双边关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国可以继续维持和扩大和香港的经贸关系 也就是说它的出口可以继续扩大的 其实也是被中国大陆留了一个口 让你可以继续扩大的 但是如果你不要的话 那麻烦了 就收回来 这是其中一个 第三点就是 货败汇率的自由和签证待遇有别于中国大陆 什么意思呢 首先说签证方面 美国是承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护照和旅行文件 而且香港居民在1997年之后 申请美国签证和永久居留是不受影响的 也都答应了美元和港元可以继续自由兑换的 如果这一次大陆版的香港国安法真的实施的话 美国真的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的话 香港就马上失去了转口港的地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无论是深圳也好 或者是上海也好 无论他们的码头 吞吐量有多大 或者是做得多大也好 它都不是转口自由港的地位 因为这种地位只是香港才会有的 另外就是香港也失去了高科技产业转型的情况 也是敏感技术 不可以通过香港再进口 香港自己本土的工业可能都会受到重创 连锁反应是涉及什么呢 就会波及到金融业 金融地位的消失当然会有其他地方去代替 譬如新加坡 甚至乎可能美国会不会在台湾建一个金融中心 这个机会都有的 在中国方面 其实中共在见证之前 都是利用香港和全球不同的人做生意 或者做中间人 如果香港失去了这个地位的话 其实这个作用已经没有了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中共真的宣布了正式的拜官所觉 因为所有的关口都被封闭了 你要出口 尤其是去美国 你要征收高额的关税 那你必须有钱赚 你根本是没有的 所以香港享有这个特殊待遇 其实对于香港人来说也好 或者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也好 或者对于美国来说也好 这个叫做核武选项 至于美国会是怎样出招呢 我们会继续跟进的 你现在收听的希望致请粤拱如有你 拜拜